這個單元我們要進入一個國中的平行線的一個探討 這個是屬於二零級的部分 那在平行線我們要首先介紹就是平行線的定義 那所謂的定義的部分就是說 如果今天在任何空間中或者在一個任何空間裡面的任何一個平面 那這個平面假設就是這一個黑板的部分 出現了兩條線一個就是L1跟L2 如果這兩條線我們可以找到一條線 這條線會造成它同時垂直L1也同時垂直L2 那麼這條線的存在就會導致L1跟L2互相稱為平行線 也就是說如果L1跟L2之間我可以隨便找到一條線 假設這條線叫L3 這條線叫L3 那如果說今天這兩條線之間我可以隨便找到一條線 那這條線跟L1垂直也跟L2垂直 那麼我們就可以稱作兩條L1跟L2叫做平行線 這個就是平行線的一個基本定義 那平行線的符號的畫法就是L1平行L2 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呢我們會探討一個所謂平行線它永遠不會相交 那我們要怎麼去證明它永遠不會相交 我們不可能真的去把它們一直無限的延伸下去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空間可以控制 但是呢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小小的探討 如果今天出現了一條直線 假設這條直線也出現了這條直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找到了一條直線跟它們一樣 這條直線跟它垂直也跟它垂直 那是不是這兩條就應該是滿足平行線的一個基本定義 可是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以視覺上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這種情況 它們產生了一個什麼 產生了一個焦點 產生相交了 那既然它產生相交了之後 然後呢這個點 這邊就會產生一個點 兩個點 三個點 它產生了一個三角形 可是呢我們大家都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觀念了 三角形的內角總和應該是180度 確定是180度的情況之下 你這裡有90度 這裡有90度 已經基本上這邊兩個加起來就180度了 所以基本上這一個角是不應該存在的 那既然這一個角不應該存在 也就是說在平行線裡面 如果今天這邊已經是90度了 這個90度這個90度 你永遠不會找到一個點去形成一個三角形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兩條線永遠不會產生相交的情況 所以就回過頭來 我們就可以講到一個平行線的一個 第一個性質就是平行線永遠不會產生相交 也就是說兩條平行線永遠不會產生交電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一個性質的部分 那再來呢 所有平行線裡面呢 我隨便找一條L3呢 它一定會垂直L1垂直L2 那萬一又有一條線 假設又有一條線 它也垂直了L2 假設 假設這個垂直L2 我們做一條L2的 以這一點來看的話 我們去做一條垂直L2的一個線段 所以這個叫L4 在這種情況之下 請問這個會是幾度 那以這邊來看的話呢 因為這一個點 這是一號點 A 這個叫做B 這個叫做C 這個叫做D 好那A B C D B是一個四邊形 那我們也知道 四邊形的內角總和是360 那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是90 90 那當然呢 這個逼迫 這個也一定是90度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四個角都是90度 那四個角都是90度的情況之下 A B C D 就形成了一個什麼形狀呢 長方形 或者我們講說矩形 那對矩形來講 它就有一個基本定義了 A B的長度一定會等於CD長 所以A B長一定會等於CD長 那在這種的前提之下 就是說L3會垂直L2 當然也會垂直L1 L4呢 垂直L2當然也會垂直L1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所產生的這一段呢 這兩段就一定會相等 那反之呢 在這種兩條平行線裡面 我們也可以形成無數多條的 類似這種L3去垂直他們的線 像L4去垂直他們的線 那所有的這些線段呢 只要是橫跨他們垂直的 這個就像鐵軌一樣 那個橫的地方一定是一樣 就是車寬 車子輪軸寬呢 這個是輪軸寬 這個是鐵軌 那這個是永遠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又可以得到另外一個性質 就是平行線上呢 任何一點呢 跟另外一條平行線 所形成的一個距離 不管你延伸到哪裡去 任何一點 從這一點拉下來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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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會相等 所以呢 在這個課堂上 這個單元裡面呢 我們就講了一個平行線的定義 也講了兩個平行線的性質 所以所謂的平行線的定義呢 我們就重複一下 如果在平面上有兩條直線 我們可以任何 任意的找到一條直線 分別垂直L1 也分別垂直L2 跟兩條直線都垂直 只要能夠找到一條直線 我們就可以馬上定義 它們就是平行線 再來呢 有了平行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確定的 確保這兩條平行線 永遠不相交 再來呢 平行線跟平行線之間的距離呢 永遠都相等 好 那以上就是平行線的一個基本的介紹 加油